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完了 正则表达式中的替换函数 对吧 那替换函数在咱们正则表达式的韩人应用中 应用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了咱们前面学过了 用正则处理分割 匹配 插手替换 基本上咱们都学完了 对不对 基本上可以完成你想要的功能处理了 但是在PHP的正则表达处理函数中 还有一些函数咱们没有讲到 这几个咱们就稍稍介绍一下 因为这几个讲自己函数 用力不算太高 大家了解就可以 比如说前面咱们学过替换的函数 对吧 有一些可以简化它的功能 比如说带回调的 怎么用呢 用法基本一样 只不过什么 在第二个这块可以放一个回调函数 可以放一个回调函数 那我们来简单用一下 比如说 我们就写一个跟手车中例子相似的一个 比如说这里边定一个文本 Test 这里边 假如写的 今天是2014年 对吧 比如说2月14号 2月14号什么日子 明年 你和明年的 也就是2015年的什么 2月14日 你和谁会在一起呢 就是随便写的一个字幕串 对吧 这个字幕串里边有两个日期 现在我要做到什么呢 将这个字幕串输出的时候 让2014年所有有年份的 这样的日期格式 年份都加一年 比如说输出的时候2014变成2015 而2015变成2016 对吧 这样的一个格式 比如说我们先输出原生态的文本 太坏言哈 这是原生态的输出 对不对 那我们替换完的输出呢 用它多加一点的 对不对 好 那先写一个正则表达式 对不对 比如说R一季 正则表达式 我们把这个年月日给匹配出来 比如说斜杠地 四位数的 对吧 然后杠线斜杠地 怎么 两位数的 然后斜杠地 两位数的不应该有小块吧 是不是 包块吧 然后这块再来杠斜杠地 然后这块也是年月日也是两位的 对不对 咱们现在要做的任何一个月份或年份都可以做加一处理 对吧 你想做任何处理都可以 咱们现在就想把年份加一处理 所以呢 我们想处理的部分把它变成子模式 用括号扩起来 看到了吗 不处理的部分 我也用括号扩起来 是不是就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呢 对不对 那一个括号是一个子模式 第一个子模式 咱们在替换里边可以用斜杆 对 斜杆一取出来 第二个子模式用斜杆二取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两个子模式 那么我们还得怎么的 现在就可以写一个处理的一个函数替换了 对不对 假设我想用的函数 对不对 卖FUN自己写的函数 听懂吧 里边一个M就是匹配到的内容 传进来的 先假设临时需要一个参数 自己编译的函数 一会传什么参数咱们再说 咱先把正则替换这函数写完 什么呢 是PREG 下方线REPRACE 下方线CLBAK 是不是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咱们说了传正则 匹配到对不对 第二个咱们如果不用回调的 原来替换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要传替换的内容了 对不对 而咱们这会儿需要传的是一个函数 那就把刚才咱们写的那个函数 放在这块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咱们其他的参数 跟替换的是一样的 第三个就是要替换的文本 看到了吗 反过来的就是替换后的内容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回到函数的参数接收的是什么 就是这里边的括号的模式 跟咱们匹配一样 零是全模式 一是第一个括号的子模式 二是第二个子模式 听懂吧 如果想匹配的内容 这里边返回什么就将内容替换成什么 对吧 比如说我返回哈喽 那我就会把我匹配到的所有的内容都换成哈喽 听懂吧 这里还是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啊 你想的替换什么 这里边就定义你要替换的内容 听懂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访问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匹配的内容都替换成哈喽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在这块 把哈喽之后我们可以换一下 比如说M是一个数组 数组0是全模式 真的吗 数组1是第一个子模式 看到了 第一个括号 数组2是第二个子模式 所以我这会访问什么呢 要数组1 对 加1 加1之后 是不是匹配出来 比较2014加1变成2015 2015加1变成2016 再连上第二个子模式 对吧 是不是后边的2月14号 才是不变的 那这回匹配完之后 你看一下 是不是比原来的年份加1呢 你看2015年2016年 是不是加1了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你在这块 你可以任意自己定义内容 听懂吧 定义你要小替换的内容 这只是我们对 替换 当然它还有更高级的一些用法 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函数 当然了 在我们的新版本里边 这个 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函数 PRP5.3之后 咱们现在用PRP5.4的版本 对不对 因为我们提供一个过滤的函数 它和替换的函数差不多的 只不过可以过滤掉一些东西 对吧 新提供的这个用途不太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手势 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函数 看到吧 对 就是能返回PRP 执行正责的时候 正在表现中最后一个错误 它有不同的错误号 都在下边了 看到了 比如说没有错误啊 对不对 这里边给我们有一例子 如果正责在匹配的时候出错了 反为什么错误 就是给你来一个提示 用途也不大 知道吧 这个呢大家也是 嗯 5.2以后就提供了 所以大家呢 稍稍看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用那么去细研究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应用的几率还算可以 对 转移正责表达式字符 什么叫转移正责表达式字符呢 比如说 我们在写一个正责表达式的时候 在写一个正责表达式的时候 嗯 我们通常 是不是 会这样去写啊 里边 比如说匹配一个 H3标签 匹配B标签 对吧 然后 新 问号 点新问号 对不对 嗯 再写个B标签 我们会不会 是不是会经常会这么写 对吧 那这样写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把有一些东西转移掉 对吧 那我们如果人工写的话 对吧 你不知道什么该转移 比如说 有可能是把点转移了 有可能就错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尖块 这个需要转移 对不对 对 然后呢像这个斜杠需要转移 所有交号都转移 对不对 嗯 那有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干嘛呢 可以能将怎么到正则表达式的那个正则表达式这个模式的字符 特色 他自己能认得出来 认出来当普通字符的自动加上转移 对吧 那这个函数就是干这个用的 比如说 我们输出原生态的这个REG 看一下 这是原生态正则表达式对不对 然后再输出一个 你看 这个还是非常的简单 PREG 下号线 PUOT 看到了吗 把这个正则表达式我放在这里边 那我们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看一下 把转移的都转移掉了 对不对 我把这个去掉 把那写现太多了 你看 他把那个定界幅两边的是不是也给转移了 对吧 咱不要定界幅的 你看 这是原生态的 对不对 这个 咱们得查看这个 不然你看不出来 查看业美人代码对不对 我这加一个斜杠N 因为B标签你输出的时候是不是直接解释了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得查看云内码才能看到输出内容 对吧 你看 这是写案报上之后 咱们从这开始来吧 对不对 你看所有的这个斜线 这些识别的符号 是不是都给我们加上什么了 加上转移字符了 是不是 也就是所有属于正德表达式符号的 都给我们加上转移字符了 嗯 对吧 除了这个定界幅 嗯 听懂吧 所以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像 这里边这样去写 你看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处理完之后关键字 是把到了这个加上这个加上了 假如说我们要匹配 咱们按手势里边写一个例子 给大家写一个 比如说 一个文本 这边写着 这是一个 test测试 对吧 对吧 那如果我想匹配这里边的 心和心 我想匹配这个内容出来 对不对 那我在这块写正德表达式的时候 我该怎么写 $R1G 对吧 等于正德表达式我写的时候 是不是正常我得这么写 匹配 心 心 我是不是自己得加上这个转移字符 是不是这么写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我们把它替换一下 输出一下 什么呢 st preg 下要线 re preg 这里边第一个正德 按这个替换 对不对 换成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有西方和A字这个换成两个景号 可以吧 然后我们这块 对 test文本 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换成功 这是原生态的对不对 嗯 你看是个换成功了 对吧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星号 我们不想自己加转移符号 不想自己加转移符号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你看 诶 传错了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块用字符串连接的方法 看到了 是分成了三个字符串 对吧 然后中间字符串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preg 下号线qot 看一下 用它扩起来 是不是他就把正则有特殊意义的符号 都给我们加上转移符了 对吧 当然我这比较短的 如果很长的话 这样是很有帮助的 听懂吧 如果你知道什么该转移的话 你也不见得非得用这个函数 所以说这个函数不一定是常用的函数 听懂吧 完全可以自己去写 所以我们这位再看一下替换的结果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也就是意味着他把我们这个换成了什么 这个换成了鞋盖 鞋盖 对不对 A 在鞋盖 这个 是不是跟我们自己写的 其实是 对 很相似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图 你看 他会把正则表达的特殊字符 包括点 新号 问号 大号等号 这些图都给我们前面讲什么 转译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文字描述 以str 也就是第一个参数 对不对 并给其中每个属于正则表达是语法的自乎串 前面加一个反系号 对不对 如果你需要以动态生成自乎串作为模式 动态生成就是根据程序组合成的那个情况的时候 对吧 你要是自己扔弄的去写 你肯定知道在哪块 该是加转移字符 对不对 而通过程序生成的一个模式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是有帮助的 对吧 用这个去匹配 可以包含字符实行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正则表达式的全部内容 那这里边咱们就把正则表达式 以及正则表达式的函数 咱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正则记住了 在PRP的开发中占有很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开发的一个地位 所以大家呢多花一些时间 把正则一定要玩的非常的好 因为咱们用PRP做网站类型的这样的软件的话 玩字符串的几率是非常多的 对不对 而字符串的几率呢 要么用字符串处理函数 要么使用正则 对吧 所以呢正则可以说是当PRP开发中 怎么当必备的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试着用正则去写一些类似于模板引擎的东西 练习一下正则 或者写一些采集程序 小偷程序 这样的话都很有力量 大家去练习正则的使用 对吧 多看多写多练 这是咱们学 不光是学正则 学其他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有必要的 好 那到这里呢 咱们就将字符串处理和正则表达式都这样了 好 谢谢大家 咱们后面的章节继续讲解新的指点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